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 医疗 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参与普查 特朗普总统着称要部署军队平息骚乱 引发各方激烈反响 政治对手指他扇风点火 总统今天更强硬要求纽约市向国民兵求助 尽管纽约市昨晚11时实施宵禁 仍然出现抢劫并与警察冲突事件 纽约市今天将宵禁提早至晚上8点 亚特兰大检察官对6名警察发布逮捕令 涉及上周六开枪并将两大学生拖出车外 洛杉矶县昨日抗议活动期间仍有抢劫事件 洛杉今天继续实施宵禁 从傍晚6时至明早6时 比华丽山庄今天宵禁 从下午4时提早至1时开始 圣堂莫妮卡则从2点开始 Cover City从下午4时开始宵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